你可以先搁一个进去 然后炸一下 对 现在这样子的话 这个余温还不够 还要什么呢 它就是要 余温要烧到 鱼鱼搁进去往以后 然后它表面呢 鱼鱼的周围 它冒小 开始冒小气泡 对 这样子的温度是正好的 我还有身下去马上就穿上来 对没那么快 没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的话 就是温度太高了 温度太高 下锅它一搁进去 然后呢 马上沟起来了 然后表面 泡那个水泡很多 那这个什么呢 就很容易的表面 炸焦掉了 然后中间还没走 对 就温度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对对 就刚好把鱼鱼丢下去以后 它马上周围有一些小气泡 那也有问题刚好 对 那现在的温度已经到了 然后你看一下下锅 好马上那些小气泡 对 有很多小气泡就开始冒了 好 那全丢进去好了 对 那我们需要等它炸到以后 整个浮下来 要是缝起来 然后表面呢 那个 你用筷子碰一下 它比较硬 比较定型的 然后这个就熟了 哇 什么锅里都是泡泡 已经看不到 鱿鱼掐在哪了 放在翻动一下 然后翻动的时候呢 你不要就是 太愿意碰它 还是轻轻的 因为它在成型的过程当中 怕把那个外面那条面包糠给碰了 它用力的话表面的木刀汤碰一下 它就拖出来了 那油直接碰到就是鱿鱼了 那鱿鱼就很好吃 对 所以说下厨房还是很需要细心的 可是行老师 我们找不同的东西 用油温应该都不一样吧 对 那比较容易熟的 像我们这样就可以判断了 就是你看一下 就是鱿鱼 就是一个是薄的 然后就容易熟 小的容易熟 然后在油温控制上可以讲究 就那像您刚刚所说 那种比较薄的比较小的 就是按这种油温就可以了 对 这个油温可以 然后如果是比较大的 比较厚的 那油温呢 要再低一些 油温更低 因为它炸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能够的表面呢 它没那么容易焦掉 然后在中间呢 它已经成熟了 对 来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好了 非常漂亮的颜色 那看着这个游鱼圈啊 突然想到 有朋友问我说 哎 我现在这图片看起来非常美 这个食物看起来非常漂亮的颜色 真的是有那么美吗 其实告诉你啊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这个游鱼圈 那我们加到面包康以后 咱就喜欢颜色 真的是非常漂亮 因为这个什么打光啊 像是色啊 什么都需要 真的很季然的颜色 很美很美 那我相信的味道也是非常棒的 这个时间呢 带着你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游鱼圈是怎么做的 酥炸游鱼圈 所需要的原料有 鲜油鱼 鸡蛋 黄面包糠 调料是香辣炸粉 做法很简单 游鱼圈加入蛋黄 香辣炸粉 以及少量的清水 抓匀 让它充分包裹 接着再均匀的 沾上一层面包糠 备用 油烧热 游鱼圈入锅 进行油炸至金黄 即可起锅装盘了